文观察者王一哈 前两天,巨型冰川飘到格林兰岸边,引发居民恐慌,但由洪水将淹没沉落。 今天18日,丹麦属地格林兰新院外交部长的一番话。 让丹麦,美国紧张了,但由此举会让中国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。 我们计划在中国设立一名代表,以便继续加强与中国的贸易。 这是格林兰自治政府外交部长维维安穆斯费尔特,Vivian Matzot,18月的表态。 维维安穆斯费尔特,路透社,在原格林兰广播公司P&R的报道称。 格林兰计划在北京开设一个代表处,以促进与中国的贸易关系。 这个想法并不新鲜,只是自2014年以来,一直没有在政府层面公开讨论过。 报道称,莫斯费尔特并没有给出设立办公室的时间表。 目前,格林兰已经在哥本哈根、布鲁萨尔和华盛顿以外国代表处,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在冰岛首都雷克·亚维克开设第四个。 格林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地区。 丹麦和美国一直在关注中国,对格林兰岛的兴趣和影响力。 丹麦兰岛人口只有5.6万元,矿产资源丰富,其工业发展缓慢,经济依赖于些。 经济学人5月份报道,格林兰过度依赖补鱼,在出口的货物里,大约90%的产品味道鲜美,和是左翼黄油和柠檬汁烹桥。 丹麦兰岛依赖丹麦政府的补鞋,已维持经济活力。 去年,丹麦给格林兰的,补助金高达38亿丹麦克朗,约合6.1亿美元。 不少格林兰党众志家认为,采矿和旅游业,可以为格林兰岛带来新的收入,摆脱的丹麦的经济依赖。 甚至格林兰自治政府总理金基尔森丹麦克朗,直言,我们希望摆脱封锁不住金,因为我们希望获得独立。 他执政的中左派索姆特党,在4月下旬的选举中,获得了最多的选票。 同时,更为激进,支持独立的政党表现得也很好。 像纳雷拉克党,普提纳拉克,就宣布,希望看到格林兰能在2021年前独立。 金基尔森图源,mining 矿业新闻网来自中国的资金,正帮助格林兰减少的丹麦补鞋的依赖。 经济学员认为,这可以推动格林兰岛实现上述目标。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指出,格林兰岛很容易受到中国人追捧。 去年10月,金基尔森帅团访问北京,他讨加深两国关系的方法。 当时,中国企业表示,有兴趣参与扩建格林兰岛的三个机场,包括延长跑道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。 这对旅游业才刚起步的格林兰岛来说至关重要。 同时,中国企业也投资了格林兰的矿产部门,格林兰目前已发放了50多个坎坎许克证。 其中不乏中国企业,像大利亚和中国公司合作计划开发的Venefield的稀土项目,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拥有潜在铁矿的权利。 中国还在建设科研基地和卫星站,观察家们认为,格林兰若从丹麦分离出去,那么丹麦将不再是北极国家,而中国则可借助于目前在格林兰的影响力,增加几帮重量,并在北极问题上获得额外支持。 此时,此前,俄罗斯卫星通讯社,曾人引额科学院,欧洲所专家把列里如拉维利的话称,丹麦因格林兰而成为北极理事会成员国。 最近一些年里,中国在格林兰获得不少古本,其中就包括油矿开采,中国在岛上影响力上升,也相应地减少了格林兰对丹麦的依赖。 此外,中国可能参与格林兰三大机场的扩建与融资,也让丹麦政府很担心,此举会让其亲密盟友美国感到不快。 据悉,丹麦与美国之间,于1951年第几第一项防律条约,使得美国军队在格林兰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利。 美国在格林兰岛是有一个名叫图勒佛的永久性空军基地,对美国军队来说,格林兰岛的战略低微不言而语,这个世界最大岛屿是连接北美和欧洲的最短航线的必经之地。 路透社报道称,虽然格林兰岛自治当区,可以决定大多数事务,在外交和安全政策,仍交由哥本哈根方面处理。 政府消息人士曾透露,在格林兰岛的外国基础设施投资,尚属于灰色地带,但如果中国参与,哥本哈根方面有权拒绝。 此外,今年1月,中国发表首份北极政策文件,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,提出愿意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,与各方共建兵上丝绸之路。 路透社称,中国鼓励企业在北极地区建设基础设施,展示了中国在北极地区的雄心。 不只是丹麦和美国担忧中国在格林兰岛的参与,欧盟方面也是,欧盟新闻网站欧盟动态,URECT今年4月报道。 法国参议院,欧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,曾撰写三份涉及欧盟和北极的报告作者,安德烈加腾林·安德德林,和专门负责欧盟北极事务的国际顾问达米·安德乔治, 表示,在中国的好处面前,欧洲可能迅速失去在格林兰的立足之地,欧盟需要加强与格林兰等于外国家和领土OX的联系, 特别是将于外国家和领土纳入欧洲投资计划。